《禮樂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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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樂禮樂禮樂》 《禮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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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的第五字 秦深而文明 可佩比天,功德能以天勤,立我真名,立我的眾名,莫匪爾吉,無非因為你有的德性,以我來蒙留給我們好的脈種,地命率欲,以地命來養育民眾,服務此將而戒。 不要劃分彼此的僵戒,秦藏於時夏,用那一種帥於夏明來從事於此。 時夏,以解為中夏,指的是中國,此中國也。 朱傳四,臣也夏,中國也。 不光是禮樂,還以農曆國,前面又有文德,又有武德,還以農曆國,地命率欲。 刻佩比天,你不覺得周朝的故事很精彩嗎? 越有文德,越有武德,越有開辟,還有農業。 所以,清廟之時,到此為止。 清廟這個時章,真是了不起。 周朝文明的一個最基本的東西都告訴我們。 然後底下有這個成功之時,這個文明沒有辦法細講。 周朝文明的兩種人。 一種是諸侯來駐記的,他是同盟的,聯盟的這些君主。 另外就是臣子。 其中叫農公,農官有些特別重要。 像第一篇講成功,這個講的就是農官。 周人講的後繼之德。 而這裡面要講的如何是聖子手帶來的豐收,來帶領的農耕。 教他們怎樣耕種,要讓老百姓準備好各種的農聚,將來收獲豐獲。 所以對於成功而言,特別重要的,恰恰是要怎麼樣照顧老百姓, 老百姓都有豐收。 這不是很恰恰嗎? 清廟是要告訴我們的周家,德天亞怎麼來的? 我們要有哪些核心的德性? 然後清廟最後一篇是後繼。 後繼思文就是後繼了。 後繼是農業之主啊。 後繼是農業之主啊。 照傳統上來說。 當然不好這麼講。 但是他說,他是一個特別長於農業的人。 周朝世主,他底下緊接的就是成功。 然後是依稀。 這個都是在講農業的。 就可見周朝是一個重視老百姓,重視農業開闢的。 這樣子的一個文明。 然後底下神功還要講到其他的諸侯來祝祭。 譬如說夏陰二王之後,啟伯跟宋國來祝祭。 然後封年詩又講秋冬風收的祭祖。 然後尤古詩又講周辰王史做樂和祭祀。 前詩又講冬天要獻於祭祖。 雍詩又講這個祭祀時策傳的這個樂歌。 再見是講這個諸侯,帥諸侯祭祀五王之詩。 有客是商朝的為子來見周的祖廟。 或者說是留客來祝祖。 這些種種,所謂成功之詩。 底下就是講的主要是農官。 這一個,跟收成這些有關係的。 農業有關係的。 從這裏面,農業中間也有祭祀。 另外一方面也講的,像宋國或啟伯。 所以說他們來參與周朝的事務。 然後他們代理,他們一起從事於祭祀。 或者為子來見這些種種。 那麼這些事情都環繞在一個整個周代的政教中心來展開。 所以我們如果讀精妙之詩,讀成功之詩,就可以大體間了解了周代的政教和核心的要素。 總之,總之以農官和諸侯為主。 也兼集於祭祀收穫這些種種。 總之,周朝人的這個教,是從文王受命,講文王之德,王子德,仙功仙能的開闢。 用押韻的文詞五月展開,大家要莫忘其中心。本於這個歷史。 當時,周朝人的歷史。 他有號召令。 他的記載既然是可信的。 因為他不是觀景門來講的。 他不能封閉資訊。 當時還有1760個諸侯國家。 我們現在的黨國可以封閉諸詩詢。 按自己怎麼講。 當時人不行。 所以這些話,才能夠對於各地諸侯都有效。 必須要講真話,講真的歷史。 後來的歷史也顯現,即其成功。 這是不但是中國文明史上最成功的一番建國、立國之初的禮樂。 古麥是人類文明史上僅有的,這麼能夠長期成功的禮樂。 而且他的影響力不僅週內八萬年, 他基本上一步念到清末,還有三千年的持續性的影響。 這一套政教禮樂還兩得。 他也形成了人類史上最巨大的國家跟社會,一直綿延到今。 所以這裏頭,現代人都不研究。 講中國史上史,當然先從這裏開始講。 你先搞清楚這個文明的核心是怎麼來的。 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今天怎麼回事。 然後我們就劈頭一堆種的主義。 一堆種西方學來的主義。 你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請問這些主義能夠生根嗎? 不要生根了,連著地都困難。 這也為什麼近代西方的各種主義,到了中國,全部變質, 或者根本基本上無法落實的根本的原物。 因為中國的立國自有其本末。 簡單說話。 不是,你能夠假接。 反正照我剛剛那樣講的,都是因為, 其實我對中國的一眼就看清楚。 因為我覺得獨立是甚麼? 獨立朝廷帶一新回生,你要做的都是一樣的。 不是你敢會講的那些東西。 你為什麼? 宋宗的篇章,大底最多是周公所作。 詩未必起於周公,但是應當是周公集大臣。 他不能簡單說,是傅斯林所說的人文主義。 這裡面,一再地提到了上天之命,也提到了祭祀。 這些種種。 他應當是一個天人合一的一種態度。 簡單說, 他是當然比商場人多人文, 但是他不是我們現代的, 尤其文藝復興, 以降的那種Humanism。 這都是張官禮代的說法。 從現在我們也可以知道, 為什麼從胡適之復世年那個年代, 他們老是從西方的, 尤其是近代西方的, 去找中國有沒有跟他比較接近的, 然後努力的要去建構中國的近代性跟現代性。 你可以說這是他的苦心。 譬如說, 古詩之, 在《光子》裡頭看到進化論, 在《末子》裡頭看到羅基, 顧傑剛就在《詩經》裡頭看到明歌、明峰, 然後傅斯年就在《周代》裡頭看到近代西方的人文主義。 你可以體諒他的苦心。 你不實在是張官禮代, 不是那麼會算, 這是過去百年來學術的一個基本問題。 《前先引漢書留相》的《書》曰:「王者必同三同, 明天命所受者, 明天命所受者, 我非獨一信也。 明天命所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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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痛因之亡也。 蓋商為止四周, 而痛因之亡也。 孔子是商人之後, 他讀到《大雅》中間的《英氏夫民冠將語經》, 就知道說, 哎呀, 這個天命啊, 善不可以不傳於子孫, 富貴無傳。 你看我們的祖先, 最後就是王了。 所以, 王公何以戒聖領回來, 商為止四周, 而痛因之亡也。 從此還是, 當然會感傷, 這個商長王。 因為他的商人之後, 可是他也承認了周朝, 借了天命。 所以他說, 聖義無尊, 已久不復, 木見周公。 年輕人的天長, 木見周公。 所以這個天命的思想, 是中國最重要的, 有上的原則, 是正當性的源頭。 文王之詩是指成, 天命是無常, 使前朝, 因事無所願, 使新王周成不敢待。 文王之詩, 又曰:「木木文王, 無氣息盡子, 賈哉天命, 有上孫子。 商之孫子, 其力如意, 上帝今命, 洪於周福。 洪福於周, 天命已常。 因事敷明, 冠將於今, 覺作冠將, 曹祖福福。 王之敬成, 無虐而主。 無虐而主, 欲修覺得有緣佩命, 自求多福。 欲修覺得有緣佩命, 自求多福。 欲修覺得有緣佩命, 自求多福。 世教導賈, 謂不愈為相對於故事, 為神業。 故事有所謂不愈為主, 所以, 誤念而主, 要知。 知道天命已轉移。 所以, 《大雅文王篇》 勇言佩命,自求多佛。 因事夫明,冠降於今。 冠降於今。 冠降於今,冠降於今,藏浮福復。王之近臣,不念而主。 冠降於今,是到這個地方來冠久,注記於周金。 注記冠久,是福音之福光。 藏服服許 周朝人在處理這個事情,是出一種大度、一種體貼 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合的問題 水火難容 周朝人處理這個事情,非常聰明 得了天命之後,因事夫名,冠將於經 絕對關鍵來,常服服許 他容許他自己原來的衣官文物,容許他的文化 王之敬臣,無念而主 敬又拿出,承認到先祖得服人 香港的問題也是類似 為什麽搞不好 就是因為你要把完全照自己的方式吃掉 或者不能說完全,總是很想盡量的 最好就逼出了問題 當時票知道台灣時仍然要跟諸位 我們講當時到台灣時仍然要不容易 和爾巴人一樣,民到好 這樣一對比 你就知道中朝人當時仍然是厲害 不容易 他能夠把這麼一個 五六百年的一個國家 商朝人取代之後 還能把事情搞定 然後來,像商朝人的後衛人 連孔子 都還能夠接受 周公、周的天命 誰能夠得天命,有得者居之。 前先生認為,王之進城之王,是指的臣王。此時雖美文王,而又戒英時,又戒十王,而正告以俊命之本義。 當時是臣王在記文王。 這一種詩只能由周公來寫出來,此時必出於周公所為無益。 前先生認為,以前不能確定作者,認為大雅文王之詩也是周公所作,只能周公來告誡臣王之詩。 又知,大雅文王不必是在大祭之後審,使歌之。 反諸侯來見天子,及兩座侯相見,皆可割文王。 諸侯來見天子,兩座人皆可見王。 諸侯來見天子只要割文王呢? 這就是表現我們的天命怎麼來的? 文王在上,無遭於天。 周雖舊光其命為心。 有周批險,地命批石。 文王至降,在地左右。 這就是我們的天命怎麼來的? 它的天命',說是不照一天。 它這個的表現是在於, 它有一個天的視野。 我們現在沒有天的視野,只有人的視野, 人靠不住,聽過你們。 為什麼人靠不住? 你厲害,我就一定輸你。 你聰明,我就沒有聰明。 你能夠聽到說法,我一定可以把你找聰明的問題加入推翻。 聰明人都有這個自信的,我從小就有這個自信 任何說法,我都可以找到你的問題代表,我有這個能力 西洋哲學史就證明這一點 任何最偉大的哲學家,我一定可以找到你的前提的某些人 沒有辦法證明,我再搞另外的兵器同招 所以,人不能夠太傷心 文王在上,烏昭一天,周雖九亡免 宿諸於天命,宿諸於歷史 宿諸於長期的努力,宿諸於德性 宿諸於德性 中國文化的中心,是一種宿諸於德性觀的 宿諸於天命觀的 德與思想不一樣 思想是不穩定的 尤其是以德為中心 德是穩定的。 中文是宋其源頭,雅一開始也只是科其源頭,因此中國思想的特色是重根源。 它不是哲學,它反而是比較歷史性。 根源是透過歷史的追溯來表現。 因此思想史其實或文化史對於中國文明是特別重要的。 西方思想重感知,因此西方思想重哲學。 一套一套要有不同的本質。 每一套本質論述,就會形成一種學派,或者一個時期的政治體制。 歐洲的各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他的一套立國的思想。 法國有法國的哲學,一套有一套的哲學,德國有德國的哲學,瑞典、瑞典、瑞典的哲學。 俄國作伙政體不一樣他的跟 Scripture承諾,又創結犯的啟情景。 中國的思想不一樣,重根源移。 從根源哲,便可以流動變化,本質過未變化。 美國憲法一定動不了,與其國拒純、拒亡 是眾根源,當祖宗崇拜,宗族的奮鬥,雅宗之下不敬,有大禮 文王至降,在地左右,文王之靈會生於天,降於地的,不只是人文主業 世之替賢,絕由一也,四王多時生死亡國,亡國克生惟州之政,亡國克生惟州之政。 生死亡國,亡國克生惟州之政。 因此,要子孫,要能夠永遠的紀念、維持。 主宗 主宗 犯錯在毛病等折罰 因此一般人毛病多了,父母直接就用大聲的賀賜管教子女,其實是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問題 父母的那就是好保養 所以十幾歲就被人反叛了 以前有兩個,第一個,義子而教 以我們現在的年十一二歲,就是上了國中等之後,就不自己教了 是聰明啊 進入反叛起來,不能教 不要自己教 第二個,真有之急 是用祖宗家訪來教 不是說我講的就對 這個祖宗歷代到現在,他有他的德 否則的話,我們不存在,我們這個家長完蛋 所以,我想周圍回想起來 你們很多人對於從國中之後,上了中學之後,對於父母的守教,有很多不服氣的地方 我們現在的管教方式是完全違背古法 我們現在的管教方式是完全違背古法 而且,共和共很多父母自己就有心理問題、人格問題、品格問題 就把這些心理、人格、品格的問題統統給移給子 所以到最後,大家就一風而散 誰也不想跟他們在一起 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現在有心理問題、人格問題的人太多、太普遍了 然後還要管教資理 這個完蛋 家庭也不行 資理也不行 古代之所以能夠長期坦白說是因為家族主義 而是因為家族主義主義 而是因為家族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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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家族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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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主頁,傳祖子孫 完全圍繞在宗族人裏 大陸葛勒比他弧度 比較危機或革命、社會習俗、風俗、人心承容 比較傳統的這些儒家社會 女孩子俱生 也往往不喜歡嫁 整個文明的本出了嚴重的問題 昨天花了兩個小時 講這個問題 傳統的家族主語 簡單說 在手工業時代裡頭 因為家族是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生存跟保衛的 不管是從生產上來講 從防衛上來講 在教育上來講 在養生送上來講 是最有利於最大多數人 這個在工商城市國裡頭 他的優勢一下子沒有了 而且這些功能大部分都被社會國家所取代 所以慢慢都變成了 小家庭主義、客人主義 然後 與此同時 整個華夏文明的根基 社會的根基動搖 文化的根基動搖 道德論理的根基瓦解 他們跟周圍講話 這是他面臨最嚴重的問題 那能不能用國族主義取代呢 我非常的懷疑 因為國家太大 十四億人 說真的不多你一個 不多你兩個 你多做點壞事少 做你好事 跟你一個家人一樣 家裡那麼多人都是你的親人 因此 他的機力度 他的機力性 他的監督性 都不夠了 我很懷疑 國族主義人都取代了 家族主義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西方的文明的 他的基本的價值跟倫理 是靠著宗教所的 讀西洋史的人會明白自己 我們又是一個 等於宗教就弱了 現在更是唯悟論 人要唯悟啊 很多事一直可以守護為了 我坦白給你講 我怕什麼 可以 我會想不為 你真想通話 既唯悟然 又對於家以外 有甚麼情感 唯悟做出成一個家 家又常常 現在小家庭又常常亂七八糟 那 沒想 所以你讀到這個文明的根源 知道今天中華文明底下有大問題 有嚴重的問題 那 我們講實際上是把問題提出來了 怎麼辦呢 我們慢慢再說 這是個大問題 所以一直到清末的時候 以前中國文化的這個倫理跟道德是怎麼還能夠維繫的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家家戶戶都有主宗排位 進門就是主宗排位 台灣民間很多地方業都還這樣 大陸反而很少 農村現在開始恢復 都是新的 時間夠力量不夠 有時間長 才有力量 要傳之數百年 其實很有力量 在這裏面對天地神明 在這裏面對天地神明 文王在上乎遭於天 敬變成像面對神明一般,一心不用 像現代很多知宋明理學,不懂得把它跟金聯在一起,不會真的懂得它 因為宋常人講的這些事情,通通是跟五金聯在一起,不光跟四數 所以中國的學術實際上的事情不能斷,就需要從上一度知道下來 因為它是一個根源性的文明,它所有的事情都會述出它的根源 它會變化,但是總是要從這個根源來 假哉天命,有傷天命 假哉天命,有傷孫子 傷是孫子,取利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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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服了那個傷戴的子孫 傷戴的子孫 傷戴的子孫,這個數量很大 不止於義 義是一個形容詞 上帝寄命,侯福,侯於周福 侯福於周,天命已長 因事不明,冠家於今 命自不義 無二公 宣召意問,有於因之天 上天之載,不生無袖 一心溫望,萬望作福 上天之載,不生無袖 上天之載,不生無袖 上天之載 是無身無袖 上天之載,不生無袖 天命是無身無袖 因此,我們要怎麼能夠把無我 難以採握的天命呢? 要移行文王,萬望作福 所以這個厲害,文王這首詩做得真是好,前面講的文王整個壽命,後來總結,用上天之在,無聲無休,一心文王,萬瓶作弗。 這個大命不更易,要在我們的身上,要能夠遍復善勝於天下,要考慮到因人是由天來亡,而心而亡。 所以這首詩在思考,終逃得天命,商人跟周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得了天命,我們該怎麽辦? 這首詩的思維,而不是一個那樣子的一個,好像簡單的自我作古的思維。 我們如果拿這個筆,跟中華民國開始,跟中華人民共和筆,就知道了。 難怪我們現在搞不好,為什麽呢? 中華民國之初,打敗了清朝人,就把清朝人罵了說,他們封建、腐朽、敗壞、都爛光了,因此就輪到我們了。 我們好棒,我們棒了沒有多久,然後就這個,袁世凱就撐帝了,然後就軍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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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而中華民國一開始,其實是過度的,對於自己制度的自信,以為學了美國那一套,現在這一套就能夠立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呢,也開始過度的自信,他比較謙虛的幾年,前幾年是學惡國,然後後來也搞不好,然後就自我做一切自己做好,就搞了一個大藥經文革,這些種種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沒有好好去思考你是什麽得天命的,你沒有好好去思考前代的興亡。 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說,清朝是一個偉大的這一個國家。 在當時的,就是從十七世紀以降,或者十六世紀以降,世界的四大帝國來講,清朝恐怕是最偉大的國。 你不要以為你取信朝的代子,實際這麽容易,你自己更搞不好。 我們哪裏坦白說,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之初都不能跟清朝比? 清朝表現好得多了。 清朝表現好得多了。 自己坑坑比一比, 我們什麽樣子,對不對? 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是什麽樣子。 周朝人剛開始,一堆亂。 清朝人剛開始,一堆亂。 清朝人剛開始,就是快速地, 康熙雍正前隆,順康雍前隆, 順康雍前隆,表現得多麽漂亮。 哪裡能比? 迅速成為世界最偉大的一個帝國。 我們到現在還在那裡,行就過了。 一堆問題,一回的行事都不確定。 因此,這個是要做戒慎恐懼, 也要知道前代的這件事。 天命不那麽容易,上天之在,無聲無秀, 要宜行亡亡萬貌咒。 周朝人有一個了不起的,打下機, 也足以無可替代的一個, 大家都效仿敬重的文化。 不幸的,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國都沒有。 因為孫仙的人格思想是很了不起的, 可是他沒有真正的工業。 他根本沒有辦法凝聚這個力量。 甲夭也有很多的問題, 毛也有很多的問題。 瞳也不足, 喜也不足. 所以沒辦法怎麼辦呢? 眾人的努力,慢慢加在一起,各取其長反,疏乎盡時,我談得跟周圍講的。 《列文篇》 《列文篇》 共産處逸時,不能胖而出長久。 《列文篇》 "' 《列文篇》 《文王》《大雅各方篇》,簡直就是周常人開國的誓詞,演示和思想。 《文王》《價格的一個問題》,190年《防定宗編談的一個定義〉 漢港以前人都知道,乃至於宋米下的人基本上也知道。 沒辦法,也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這個問題麻煩了,一時之間難以解決,但還要亂長一段時間。 我們再講,大雅,大明天。 我們稍微停一下,不敢課,有沒有問題? 老師,我想問一個是,剛剛提到這個時候,天然合一的這種感覺或是概念還很深刻。 那對於周初的人而言,他們會不會去思考所謂天然之際的問題? 他們不會像我們後來那樣去想這個問題啦。 宇因時先生的發揮,有很多是用後人的想法去想。 如果你說詩書一部讀下來,很多是不見的是那個樣子。 這個天然之際是比較後來的一個歌。 當時人來講,你看不到他們在去思考什麼。 至少我讀詩書,我不太看得到他們在講天然之際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資訊的問題從哪裡來的? 這是實際上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必須值得研究的。 比加上還是子學之後產生的。 我的感覺,我沒有特別去研究這個問題。 那余先生那個書,我自己讀的覺得有不少問題,值不上去。 它的語言。 我去講的是大雅大女的,那余先生意思是由我提的。 還有沒有特別去研究這道理。 學問了解,然後可以說的事。 《宋》是以輕妙為史,《大雅士國》,《宋》是以輕妙為史。 《宋王》是以輕妙為史,《宋王》,《宋王》是以輕妙為史。 從祖先到自己到子孫之業,地帶相成,同時要兼顧周圍之人。 周代初年的政治思想、家族思想、宇宙思想、天然思想。 按照文理思想的話,你會很容易地搞錯路。 百年以來,離開史想要太久了。 你要完整地讀他的原文。 尤其開始的時候,我非常謹慎地,一篇一篇,讓他持續讀。 你一篇一篇,都會讀出很多你從來不知道的事情。 至少幾百年以來,甚至於宋以後,很多事情都會講的事情。 漢堂有些講法也未必都完全符合在這方面。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